说起李宇春,喜欢的人都会很亲切地成与你,但是不喜欢的人会直接说他很男生,长得像男人的。 不过李宇春作为第一代全民选秀偶像还是很成功的,2005年成为第二届超级女生冠军,随后因此登上两登上美国时代周堪风雨,2006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《皇后与梦想》,年终销量137万张,2007年发行专辑《我的》并首次开展全国群演, 再登美国时代周刊,2008年发行专辑《少年中国》,获得MTV亚洲音乐大奖,中国最受欢迎歌手奖,2009年发行专辑《李宇春》,很多人都说李宇春是娱乐圈的劳模,平均每年都出专辑,而李宇春的成功也是瞩目的。 她在2009年的时候,就入住杜沙夫人蜡像馆,一般们入住杜沙夫人蜡像馆的在该领域都有较高的知名度, 而几年来,李宇春开始进入时尚圈,看似长相中性的李宇春在外,国被受欢迎,李宇春高调的身材,被称为姑扶的妙似女神,而她也被称为国内外姑扶穿的最好看的女星, 而出道多年的李宇春几乎是林飞丸,不过今年34岁的李宇春怨情,一直备受关注,虽然春春为人低调,但这不妨碍歌迷们对春春感情的关心。 而此前春春因为中性的造型,被人怀疑性别取向问题,对于这个问题,春春直接谈言,自己的取向还是没有问题的,只不过是时间稳到,而且自己不想在圈内找人。 感情这件事属于私事,还是希望能有自己的空间,看来春春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,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,而刚刚参加跨年演唱会的春春造型,也是越来越亮丽,换句话说是越来越女性化了。 而近日,有网友爆出春春跟山西梅老板的恋情,看这张照片是多年前的合照了,那时候很春春还留着刺路图,这样一看不禁让人想到是两兄弟,据传,这个男子早在多年前就跟春春好上的。 不过,不过,为了照顾春春的工作,两人的保密工作一直以来也做得很好,你们祝福春春吗?